每集請來的嘉賓 都會分享他們的精彩人生故事 讓我們一同學習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早上十一點 安哥同學會 陳桃安 各位同學上課了 各位朋友 你現在聽著這個節目 叫做安哥同學會 我今天的心情 告訴大家是很開心 如果有一個朋友 你沒見十年 而你知道他的成績越來越好 你真的會替他很開心 有一首歌叫做 《最壞的時候遇上最好的你》 是一首電視劇的主題曲 他的聲音非常充滿感性和溫暖 聽完這首歌 你就知道這個朋友沒見十年 他的成績表是演的 在人海中 人在人海中 心在你身上 心在你身上 不平凡的生命 有你保管 有情人的路 走過時代的無常 甜蜜的心酸 甜蜜的心酸 有你分享 有何方 在最壞時候 才能遇上最好的你 真情要感謝 萬難 只想能夠為你受傷 才不忘愛你一場 痛得了嗎 苦得堅強 人死不犯 難受 只要難忘 你是我最好的答案 人生不問長與短 歲月紛亂 我心不亂 兩個人的遺憾夾起來 就是美滿 有你的地方 淚光也有了方向 等不到白頭 且看風吹白頭浪 有你的眼間 不管人情渣暖幻航 牽手和命運糾纏 只想能夠為你受傷 才不忘愛你一場 痛得了嗎 痛得了嗎 苦得堅強 日子不還能受 只要難忘 你是我最好的答案 人生不問長與短 歲月紛亂 我心不亂 所有困難都無難 就想能夠為你受傷 就想能夠為你受傷 才不忘愛你一場 痛得了嗎 苦得堅強 我心不怕 我心不怕 你說只有難忘 你是我最好的答案 人生不問長與短 歲月紛亂 我心不亂 讓人被喊著其他 就是你嗎 我隔離這位朋友 我認識他的時候 小小個 靚靚仔仔 其實我不想用小鮮肉這個字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真的有人叫他做小鮮肉 就是陳健鋒 陳健鋒 西苗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Jackie哥哥 你好 哎呀 真的很開心見到你 我們真的沒有見面 大概都有十多年了 不要說那麼遠 都不要緊 我們有很多同學會 有很多同學上來 有些我們是新式的同學 有些是我們認識了很久的同學 我覺得我和你的關係 就是我們相識這個友誼 是一個中期的 又不是太久不見 又不是認識了很久 但是有感情的 你記得我們在哪裡認識嗎 咦 還會在哪裡 沒錯 當時只是能夠敢稱呼你為台長 噢 不敢當 其實那時候 我跟健鋒在一個傳媒機構做 健鋒是透過參加過DJ的招募比賽 進行 那時候你為什麼這麼想做DJ 其實不是的 我當時是在做DJ的時候 有個同學 她就說 喂 我想去電台 因為是女生 她不敢自己一個人去 我想去試試考電台 那我就去囉 因為我那時候正在上班 然後她說 因為做泳池 可以有時候 沒有人去 我沒有泳池 那我就說 好了好了 我早點下班了 就跟你去吧 結果就去到 你不來也來了 進去試試試看 那好吧 試試看 結果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OK 她不OK 就是很典型的故事 很有趣 你這個故事好像那些 香港小姐選美 因為有幾個講者 我跟她們聊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去報名選美 是幫朋友陪人 到頭來自己是拿了 真是真的 這些故事 我當然相信你是真的 你看看 阿健鋒的聲音 大家很久都沒有聽到 聽到的聲音的時候 多數都是看電視劇 今次在香港聽到你的聲音 那種感覺是不是很特別 都特別的 其實對我來說很特別 因為我做電台那段時間 其實是我打一個基礎的時候 先不要說電視那部分的基礎 電台那部分的基礎 是我整個娛樂事業最基礎的東西 我就是在那段時間學 包括了在你身上 在明明身上 Philip Chan 很多一些前輩 他們把以前的經驗 做廣播的經驗 就算用咪的技巧 用聲音的技巧 那些全部都是在那段時間學回來的 其實我的經驗是很淺的 我只是知道一件事 就是有準備功夫 還有準時 我們的監製比我們的經驗更多 因為他聆聽 他會選出最好的訊息 其實我是跟你們那些年輕人學習 我是很開心的 我是不是玩東西 不是 你是在搞事嗎 不是 我是跟你們學習 因為你們真正的技巧 廣播的能力 是比我強 比我高 我只是在行政上 我真的要兼顧很多東西 我很記得那時候 你是報告天氣 交通 諸如此類 其實當時你的視野 你是很想做一個出色的DJ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初初進來公司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些 比較穩陣的事情 先讓他們做 你的心會不會說 什麼時候輪到我 輪到我 主持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想你的心情都掙扎了很久 都是的 不過你心裏面 會知道一定要經歷這些過程 才可以夠膽讓你去做 你知道的next step 一定是去做通宵的 因為你不做通宵 通宵是理論上最沒有人聽的節目 你不做通宵 那怎麼擺放你上天開始的節目 這個過程 你一定要這樣走 你不能跳 所以你要做都要做 你唯有選擇我做好 報天氣 做好報交通 看看什麼時候有人聽得到 因為其實老闆 每天都在辦公室 開著電話機聽 沒錯 你做錯什麼 做好什麼 其實他們是真的知道的 其實因為現在的廣播文化 其實對我來說 24小時都有他的聽眾群 就算是深宵的節目 或者是清晨的節目 都有他的聽眾群 但可能當時大家都很想出位 快點有人吃 快點有人知道陳建峰 快點有人知道Samuel 你覺得很好 就是你踏入影藝圈 在這裡是一個基彩 有些跟其他藝人 跟他們訓練 你採取就是入廣播 做DJ 好了 就在這裡打滾一輪 那時候很多人都在等我 晚上有一個節目叫做 試夜什麼不是夜 當時夜 你當間的時候 一個人在播放歌 但你的心也很想知道 我是陳建峰 有沒有一些 掙扎和糾纏 其實那些時候 是一個最有趣的時候 就是 你會想試很多東西 但是你又怕萬一試了 不OK 就會出事了 出事了 即是沒有了這個機會 可能是沒有了這個機會 或者人家覺得 為何這個人這麼奇怪 半夜三間節目 你就搞五、四多 人家只是想聽歌 你幹什麼 但是 你是一個新手入行 等於一開始 我們根本未走進直播室 你只是在我們練習過程中 要錄很多demo 節目都要錄 那些過程中 你已經放了很多東西 十成功力都放了 希望 什麼都對手 對呀 老師聽到 就覺得這個OK 這個兒子OK 同樣的道理 就是 你第一次走到直播室 自己做一個通宵節目的時候 你就開始覺得 是我的了 這個舞台是我的了 我要做多些東西 令人聽的時候 我要留下一些客人 還有 那段時間 都幾多有趣的事情發生 糟了 開初不知道 你做那麼多的節目 那你就去廁所 那怎麼辦呢 一首歌三分鐘 四分鐘 五分鐘 好沒有 你走到廁所 你都要回來 你插好一首歌 但監製看著我們在笑 有很多這些 古靈精怪的龍尿 你學一下就 越來越多這些有趣的東西 也有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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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天一轉 你在香港電台 有一個節目叫做 天空海闊 對嗎 這個節目 真的 你擅長 其實當時挺有趣的 因為我已經進了電視台 做了一段時間 突然之間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不是純粹我擅長的 是的 有一個節目 找了幾個可能是藝人 他們就走進直播室裡 當作做一個DJ 對我來說 就等於做回以前做的事情 這個感覺 拿回這個感覺是挺有趣的 就是把以前厚多的CD 全部在家裡 就要拿出來 看一下 選一下 做回以前的寫稿 自己選了歌 拿進來就自己做 唯一一個 我覺得跟以前很不同的 就是不能自行的 沒錯 但是會手癢嗎 你自己推一下 但已經隔了那麼多年 就已經不同了 以前還是插卡 講DAT 現在已經不是那回事 其實我們廣播幾十年 其實你已經提起以前 所以廣播時裡面的一些 不應該是 不是 我都是一出一入行 就是用電腦的 電腦播歌 電腦剪大 但無論如何 你都是一份子 是不是 這樣就 剛才你講起寫稿 自己插卡 其實所有這些訓練 對任何藝人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首先就是紀律 當你加入了TVB 去無線電視的時候 發展都不錯 你也拍過很多劇集 也有很多人認識你 當你初出踏入一個電視台 香港電視台 那時候 你還記得 你那種心情如何 是否戰戰兢兢 不知道 怎麼叫人 人家怎麼叫你 踏入電視台之前 有發生了一些事 請說 其實都幾好笑 話說 就認識了經理人 他就說 我帶你去電視台做面試 哦 沒試過做電視 完全沒有概念 你去面試 去到就給你一份稿 一頁子 一個人坐過去 試鏡 就要演一場戲 大概十句對白 我剪了十幾個剪 都是十句對白 說了三句 然後我就忘記了下面 哎呀 為什麼 然後他就嘔嘴地看著我 很驚慌 你那個經理 是不是叫Ivy Chow 行了 不要說了什麼 說的 Ivy姐姐 也是我的朋友 她也對你的栽培 和安排 是不為如力 很厲害 我想她當時 敵漢的指數是很高 我想她 什麼事 為什麼你會忘記對白 因為很緊張 你從來沒有試過做這件事 我亦都不是一個科班出身去演戲的人 你又沒有做過話劇 可能學校那些有 但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怎麼知道鏡頭怎麼看 怎麼知道拍攝 原來是這樣 三部機然後按按按按按按 一來就這樣很緊張 十句記得三句 是啊 但這件事怎麼辦 之後就回歸了 回家之後 可能等下一次再面試的機會 又再去就OK了 但他們都建議 是否演戲這方面 比較難倒我多些 是否應該向主持方面 進發多些呢 其實進去那段時間 就開始做主持 即KFAP 旅遊節目 好 講開你剛才說 十句 說得三句 是一個打擊 是 即是以一個想 在影藝事業 在演戲方面 想發展 不要講蠟燭 先發展一下 其實是一個打擊 絕對是 絕對是 有沒有哭 那沒有 但是 你這麼感性 你可能會哭 哭就未去到 但很傷心 會很害怕下一次 不知道會再來些什麼 因為真的太新鮮了 對我來說 根本那些事 我從來沒有見過 沒有遇過 沒有心理準備 但是 人家已經用很快的速度走 你中途插隊 加入 如果你的速度 跟不上別人的速度 那你就 大不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好像火車一卡卡 有可能是一卡卡掉了 你就自己 離開了 拜拜 什麼令你再要堅持 在影藝工作裏 我要做好它 是錢 當然要賺錢 去榮心 我想 任何新人走進去第一步 都是想 有機會先 最基本的就是 你起碼能夠給家用 你出來打工 第一件事 你都要拿錢回家 你不是家境很富有的藝人嗎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不是嗎 有些人告訴我 你家境很富有的 哪有這樣的事 你認錯人 那個不是你 當然不是我 你真的很乖 其實 阿健鋒是 無關事 你家境有多好有多差 但你作為一個 第一次找工作做事的人 出糧 你拿到第一份糧 你第一次給錢 家裡 其實是一些人生的經歷 不管你有錢沒有錢 你還是要做這些事 子女都要做 我們要疼爸爸媽媽 他們養了你這麼多年 養了你這麼大 十幾歲 你以為他們不辛苦嗎 你真的很乖 好 慢慢來 有一個機會 被你把握到拍電視劇 那個經驗 挺奇特的 是怎樣 其實當時突然有一天 經理人跟我說 想你去面試見一個監製 他的名字叫李添勝 這麼大膽 我心想第一件事 你OK 夠膽死了 OK 他見到我 對我來說沒有吃虧 我沒做過你就夠膽 那就去吧 他說完之後 我覺得都OK 原來叫我做一個文初時期的醫生 OK 都挺有趣 那就去吧 膽粗粗就去 走進去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 每件事發生的時候 都需要別人給你第一個機會 所以我很感謝天哥 其實他給了第一個機會 我走進去之後 就有其他人看到 原來這個人 他都可以演戲 其實 阿健鋒 你剛才說的 天哥 我們在這裡都會感謝天哥 因為你有一個前輩 阿黎耀祥先生 又是天哥 在訓練班發掘了他 你天姓哥哥 所以很多朋友很疼你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要講講你成命之路 香港電台第二台 安哥同學會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同安 每集請來的嘉賓 都會分享他們的精彩人生故事 讓我們一同學習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 早上11點 Jacky 陳桃安 安哥同學會 一個星期一次的同學聚會 你不是不理會吧 你現在聽的節目是 安哥同學會 我是陳健鋒 你的節目主持 桃安人 大家好 其實桃安人 這個花名 你做得笑成這樣 真的被你踢爆了 那時候 有些同學 真的叫我桃安人 不知道明明叫桃安人 可能現在的聽眾 未必知道桃安人是誰 是啊 因為那時候有個女藝人 叫桃安人 剛剛Jacky來到電台的時候 我們就 挺好笑 她跟桃安人是否有關係 是啊 你不可以講講講講 久而久之就叫她做桃安人 就是叫她桃安人 就是叫她桃安人 就想想 歡樂的歲月 快樂的歲月 在腦袋裡 我們這麼多年沒有見 我們一談到近時的工作 朋友 是很開心的 是嗎 好了 這樣 你有幾套電視劇 在TVB都很有名 例如《學景出更》 《學景出更》 很多《學景》系列 都有份 還有《鳳凰四重洲》 《律政新人王》 《沖上雲宵》等等 好了 這幾套電視劇 肯定了電視劇裡面的發展 還有 出街 有人會叫戲裡面的名字 例如《學景洪森》的李柏喬 或者《律政新人王》的Winson 在街上被人叫 或者出一些活動 叫戲裡面的名字 叫到 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最初覺得很尷尬 例如你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他就會 你不是那個 那個 現在正在播放那個 然後叫了你的名字 叫了 叫了一個角色的名字 最初一定是認識角色的名字 對 很喜歡看你的 怎麼拍照 你會覺得 咦? 我的世界就變得不同了 對 他的世界真的變得不同了 開始就想 以後出街會不會很驚慌呢 很多人抓住你 經常跟你說話 很多人拍照 開始就想 其實呢 心是高興都來不及 有時候也是隔我來開光波 有些粉絲跟我拍照 我很開心 是的 真的有的 那種感覺 是的 但是 有沒有飄飄然的感覺 有 因為 當時還是一個很新的人 沒有經歷過 沒有遇過這些事情 不是很懂得處理的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咦? 已經紅了 很多人認識了 很多親戚朋友 然後他們答上答 又說要拿簽名的照片 你會覺得 我的世界就變得不同了 是 飄飄然 會有的 會有的 經理人有沒有在那時候 當頭棒學你 叫你不要飄飄然 他經常都說 說到現在都還在說 其實是 當一個藝人 他的成績很出來了 或者很高的時候 又或者當藝人的成績 很谷底的時候 經理人 或者是幫他做事的人 他們的角色很重要 就是做一個智者 然後告訴他們 你真真正正的那個人生 那個圖片是什麼 但不是很多人會做這件事 我認識的人裡面 有很多可能會覺得 要呵護你 要吹捧你 那你就走得好 你就開心了 或者是就著你來講說話 是啊 但是我很慶幸 Ivy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她是一個直話直說 有什麼就說你 會不會刺痛你的心呢 經常都會 是啊 當刺痛你的心的時候 其實是的 真的忠然 是逆耳的 因為你不聽不聽到某個位 你就突然之間 有一下就刺中了 就 嗯 哦 是啊 那你就會醒醒 當我提及以上的幾部劇集 是真的棒棒聲 嗯 不單止的劇集是大受歡迎 亦都出了很多不同的藝人 他們都有半篇 成績表拿得很漂亮的時候 你偽然離開香港的電視圈 我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你去了國內發展 這個決定 為什麼你會不把握 多些留在香港做事呢 其實轉工在日常的人 心目中 都是一件很常發生的事 沒什麼大筆料 是啊 不要看得這個圈好像 很開心很輝煌 始終我們都是一個員工 我們都是上班 拿人工 我提供我的專業服務 然後拿得我 應該得多報酬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唉 你是一個演員 你應該要向藝術方面發展 你應該有很崇高的理想 我不是說我沒有 但是 最基本的就是 我先要 賺食戶口 我才想其他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當你做那份工作 不是很足夠你去賺食和養家 因為剛才你說的東西很好 當你 有人認識你 紅了之後 你就開始要想很多問題 萬一 你在巴士上 在地鐵上 困住了 接著人們 每個人都找你拍照 你走不掉 就照拍了 如果是我呢 我會開拍電 但是問題就是 萬一你真的要趕著去做事 拍到脫頭脫雞 那怎麼辦呢 或者被人挖著 你走不掉 那怎麼辦呢 可能你的薪金又未多到 可以請幾個助手 幫你 可能保護你 帶你走 那你就要開始想想 可能有時候 我如果預備去上班的時候 我沒得戴帽子 沒得戴眼鏡 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那我就可能要坐的士了 或者可能我要開車了 那你的人生就不同了 很坦白說 的士都要付錢 有錢都要 很多時候 有部份的朋友 就覺得藝人 肯定他們 就說收入豐富是假的 告訴大家 有很大部份都不是收入豐富 你說一下你怎樣結局的時候 有沒有問人借過錢 那倒沒有 有沒有借糧 那倒沒有 但是 要衡量的東西就是 當你發覺 你的生活改變了 你的整體的需求 改變了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想 如果我現在 這份人工不可以的話 我是不是要想多些方法去開完呢 那就開始想想 其實 原來可以回國內拍電視劇 借著自己的名氣 我們初初的時候 都去試了幾次 然後發覺 是真的不同的 原來人工的比例 是很不成正比 跟香港比 是不是可以向那條路發展多些 就等於一間公司 它研發了一些新的產品 那你也要試一下 那產品行不行 如果產品行不行 你就開發吧 是不是很正常 這些想法 所以後期 我們開始慢慢 把重心轉多了 去國內做 其實很合邏輯的 你按數學理論來看 那裡有13億人 香港有七百萬人 不是說我不照顧香港的觀眾 或者怎樣 但是 市場越大 其實不止13億 其實還有海外 還有台灣 整個大中華加海外美加 其實在講很多人 我一直都看到的 trend 有一段時間 我偶爾會出去 做一些登台 去海外登台 你會發覺 他們從以前看TV的劇集 到後期 可能隔了五年之後 你逐年去 你會發覺 他們看劇集的口味改變 看韓劇 看內地製作的劇 很不同 很不同 而且他們的要求也高了很多 是啊 在講幾千萬 可能十幾年前 幾千萬的製作電視劇 是很多錢的 人家當然看 場景這麼華麗 衣服這麼華麗 沒理由不看 所以你看到整個口味 和整個 trend的轉變 你也沒理由不跟 每集請來的嘉賓 都會分享他們的 精彩人生故事 讓我們一同學習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 早上十一點 安哥同學會 各位同學上課了 安哥同學會 陳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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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資料 有些indication 很多都是藍一 之前有一兩套 寫著配角配角 但接著 我分散國內演出的資料 全部藍一 藍一 藍一 好 未飄飄演之前 你第一次在國內拍劇的時候 工作人員是怎樣稱呼你呢 叫做Samuel哥 峰哥 陳Sir 陳老師 是怎樣 還記得嗎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第一步走進去 應該是朱孝天做主角的楚留鄉 我只是做其中一個單元 即是那個單元的主角 但他是那麼多輯裡面 貫穿的藍一 他真的是藍一 我有幾深印象 其實初初當然是 可能知道你在香港來 會叫你做陳老師 但有些人他不會理你 例如做長毛 那些人 那些人你是誰 你也是演戲 你就是演員 那些人是甚麼 有個最深印象的一次 就是因為在沙漠拍攝 我們每天開工都要坐大巴 坐一小時出去 有一天 因為我漏了東西 我就上回去 拿些人上車 我上到車的時候 發覺沒有位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位 是有一個位 那個位 因為下面都被插上道具 旁邊都被插上道具 基本上是不能坐上去 那我就走上去 我就問我可以怎樣 問工作人員 坐吧 不坐吧 你站吧 站著去吧 一個小時而已 那 OK 那就坐吧 你也要坐 你又不是誰 如果我是朱孝天 那人當然不敢這樣對我 那一刻我就覺得 我要努力 我要向上 我要做朱孝天 那是無可否認的 你在地位的時候 那些人對你特別會恭敬 沒有說分大小是騙人的 一定有 一定有 那你就是 你無論如何都要屈奏 我用屈奏這兩個字 你不介意 在一個衝突裏面 這個屈奏的旅程 其實對你很大的啟發 其實這些事 就不只是那些時候發生 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發生在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又覺得 有些時候 那些不是屈奏 就是 吃了去 吃了去 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心目中想著 這樣發生 就要這樣發生 就算到今時今日 可能人家 由陳老師的稱呼 變成了 可能現在很多都會 風歌前 風歌後 或者可能我已經有我自己的車 有自己的司機 有自己的助手 你有嗎 有有有 但問題就是 有更加多在你上面的人 其實在這個影藝圈 你有阿A 叫做大哥 但原來有些叫做大大哥 是啊 你這個有一個大姐 有一個叫做超級大大姐 超級大大姐 可能還有一些更大的大姐 無極大大事 無極大大事 沒錯 那十年裏面 你有你的車隊 有你的專人照顧 有你一切一切 你應該得到的東西 有了 今天 你跟安哥同學會 跟各位聊天的時候 你現在回想一下 那時候 你的決定是否做得對 離開香港 而是有一個 在滅一片新的天地 但還有 你有沒有損失到呢 其實 當時 任何人 在當時那刻 等於你買股票 你見到那隻股票 你很想買 但你都會掙扎了很久 是啊 你不知道 糟了 入市時機 是啊 我不是開裝的人 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會升 有可能我買進去就跌 那你就真的暈倒了 所以當時我們兩個 都是這樣 研究了很久 唉 好還是不好呢 去還是不去呢 會不會不能回頭 萬一你去了 然後又不行 那你回來 香港又不侵你玩 覺得你這麼囂張 你走了出去 你有本事你就不要回來 沒錯 沒錯 都要承受一個這樣的壓力 萬一真的不行 那怎麼辦呢 永遠都會問自己 你反過來走 你行不行呢 如果大陸不可以了 香港不可以了 那 你是不是可以 回頭去找一份寫藥工做呢 有沒有想過 有的 有的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 就是 第一天 我爸爸是想我讀完大學先 但當時我入電台 剛好是第六年 那年的暑假 你知道這些機會 是永遠不等人 怎麼會還可以等你 讀完第七年 然後你走完去 讀完四年大學之後 拜拜 有很多小鮮肉已經出來了 不論到你的天下 所以我最後悔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 那時候我沒有完成大學 然後我就走進來 所以遇到那些問題的時候 我連大學學位都沒有 你可以出道去做些什麼 難道你回去再讀書 再讀四年 即是你二十幾歲 人家可能二十歲 讀四年二十四五歲 但你去到二十五六歲 二十八九歲的時候 你再讀四年三十幾歲 沒錯 我又不是刻意安慰你 又不需要特別後悔 不過那件事情發生了 我們 你也在走一條很漂亮的路 你很多時候 每一個決定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結果或後果 但我們向著正確的目標進行 我覺得是很好的 每集請來的嘉賓 都會分享他們的精彩人生故事 讓我們一同學習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早上十一點 安哥同學會 各位同學上課了 安哥同學會 陳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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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想過一開始的時候不如去出唱片 有想過香港 有想過台灣 結果後來我們就去台灣簽了唱片公司之後 去了錄歌 去拍照 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去學習 那段時間很開心的 因為人生第一隻唱片 錄的過程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有不同的監製 錄歌的過程都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 input 直到現在我還能用得著 例如怎麼練歌 怎麼練聲 練戲 怎麼表達表情 一粒音 其實都可以很高的技巧 但後來錄完歌 去住了一個月一個多月 錄完歌之後回來 隔了一段時間 沒了音訊 但你知道當時還是二十歲的小朋友 回來就很開心 這件是天大的喜順 錄完歌就預備出 拍了風套 預備出的時候 當然是告訴所有人 我有講過給一些記者朋友的事情 圍內比較熟 所以當突然間告訴我 公司原來轉了人 老闆轉了人 你就出不了了 當時就 咦 我已經告訴所有人 那怎麼辦呢 很醜 醜醜到一個點是不想見人 躲在家裡 我想整個月 公司都不想回來 會不會那個傷害很大 會呀 很尷尬 但你有甚麼檢討呢 現在看回頭 很多時候 你未到最後一秒 要公佈的時候 你都不要告訴別人 因為你說了有機會變 這個世界 很多事情 你今天決定完 明天就根本不是這樣 可以一百八十度大改變 所以不要這麼傻 想著天大的喜順 跟別人分享 別人跟你分享完他的喜悅之後 然後你就會得到尷尬了 所以不是到最後一秒 那樣東西 真的出街的時候 你真的不要告訴別人 絕 不要怪我做的方法 比較絕和保守 但是為了保護自己 其實某程度上都要這樣做 剩下一點時間 每一次 我們的嘉賓 我們的同學 都會跟聽眾分享一下 他自己對人生 對工作 對愛情 任何方方面面的看法 好了 以下是你的sortime 我覺得人生是要有起伏才會是精彩 如果你每天做同一件事 做二十年 三十年 到你有一天看回頭 其實你會覺得你的人生很白白地過了 所以怎樣才會是精彩 就是你要不停試一些新的東西 不停去冒險 走去一些你不敢走的位置 我是這樣做的 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你這麼喜歡學習 考證書 很多年前 我就在想 如果我要作為一個演員 我是要認識很多東西 因為隨時你不知派一個什麼角色給你 你當時去學習的話 你一定不夠時間去學習 所以在我靜下來空余的時間 我就去找一些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的東西去學習 或者第一步找一些你想學的東西去學習 所以 從中 譬如過了十年 二十年之後 你會發覺 我中途拿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知識 好像最近我去讀了一個Department 抽血完 那些人拿完張箱後 真的可以在醫院幫人抽血 打點滴 我最初都掙扎了很久 因為我要跟一些市民 走進去市民裏面 跟三十四十個同學一起上課 互相在練習裏面 我最初都很緊張 糟糕 他們怎樣面對我 我又怎樣面對他們 但後來結束後 你會發覺 很多事情都是你之前想太多 其實他們都很好玩 很有趣 又讓我認識了一班新的朋友 所以 以前很自閉我 但現在我會把局部的自己開放 你嘗試走出去 你會發覺你的機會多很多 你認識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你的人會開心一點 那 Why not? 沒錯 一句 Why not? 就是可以令到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 令到我們的生命更加美麗 今天很開心 多謝西苗 陳健鋒上明安國同學會 多謝你 多謝 一夜之間的接口 段落之間的見奏 落入中間的拳口 配合之間的遊走 越用心分式對手 越是交双的戰鬥 越是登不清對手 成語語意 那張似黑白 史情 游起吧 你供我追逐為定 忘記吧 撥掉昨天已成 對話錯 你畫我 決定勝起 用什麼追結對手 用目光追蹤悔舊 示劃非對積遺口 悔黑之間的流手 用重心分析对手 事实只擦心泪斗 抱入灰色的缺口 一千个月后 情与意 那仗似黑白事情 游戏吧 你供我追逐未停 忘记吧 不要作天结成 对话错 你供我 决定性